大家好 我们今天收到一个客户的盘 自己拆的没敢拆 但这已经漏风了 这种有可能已经灰尘了 我们去屋中间看一下 这种小薄盘 最好不要自己拆 这要有专业的工具 好了,我们就拆这个盘 看能不能得 跑出来 这个 这螺丝一般还好少点 因为拆这个盘 它需要两个螺丝 螺丝道 这个是T5T6 T6螺丝道就可以了 但是中间这个螺丝要特殊 一般情况下 我们没有这种螺丝道 所以说大家也不要自己拆 没有反定的话 拆了就报废了 不要看董哥拆这个轻松的 但是这都有技巧的 厂上10分钟 厂下10年共 因为这个盘已经敲盘了 还好盘片有点轻微的滑伤不严重 边缘滑伤 因为这个盘我们还有旧的必要 如果中间滑伤很严重 那这个盘就废了 因为这种跌滑盘呢 它滑伤很轻 实际上已经很严重了 现在是十八半五一都要上去 所以说拆这个都需要好几种螺丝道 这个螺丝也是特殊的 因为这个刺头已经坏了 我们没必要保护了 直接拿上去就好了 这儿撬一下 这儿撬一下 因为已经知道它坏了 那它的这个废品 什么用也没 那董哥这边也给它准备了一个 看到吧 这个刺头是好的 装丝头的时候要有专业的这个工具 下棋之后 我们为了安全起见 要放平了 然后把这个中间的螺丝打上 上这螺丝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 如果螺丝条放不正的话 会把刺头给搞坏 所以有很多要求 这样的我们慢慢推进去 把刺头推到盘片上 为什么盘子推到盘片上 因为我们上个起楼架 它的起楼架是在外边的 我和其他的硬盘都是在里边 在这儿小心翼翼的 越上不能碰到刺头 如果碰到刺头 刺头就坏了 我们的工作就白干了 这个螺丝它还比较特殊 我们先上一点点 不要上的太多 因为这个起楼架还得往往里边推到位 如果到位的话我们刺头太不稳定了 我们螺丝上了一点点 我们螺丝上了一点点 太紧了 有点 好嘞 这刺头复位 然后再上这个螺丝 我们要拿镊子顶住它 这样螺丝可以上紧了 大家千万不要模仿 因为这个 几年的师傅才敢动这个盘 这个盘比较特殊 要不然你弄错了 几百块都没有 甚至划上盘垫 就得不偿失 恢复的机率都小了 来我们看一下 我们换换了刺头 看技术怎么样 OK能震盘 这个没关系的 这个是没解锁啊 我们不用管它 但是能认到盘了 我们看一下 零善区能不能访问 零善区能访问 那这个盘已经搞好了 所以有喜欢视频的 点点关注点点赞 有像学习数据恢复的 也可以私信同工啊 这个行业 我们可以培训 嗯 再见 拜拜